疫情三级警戒所有的运动场馆都关闭了 而平常有上健身中心运动的民众呢 这个时间恐怕就必须在家里头自我训练了 健身教练担心大家宅在家里会忘记运动 特别示范了几个激励训练动作 不管是在户外的空旷地或者是居家的室内场所 都可以简单做 拿到肌肉训练的功效 疫情紧绷休闲运动场馆在5月中旬就全部关闭了 让平常有上健身房运动的民众顿时失去了固定运动的场所 健身教练担心大家宅在家会忘记运动 特别自己拍摄的影片 示范几个下肢和上肢的激励训练动作 鼓励大家即使在家也能够有效训练 大家好 我是Jack 在这段期间呢 没办法到健身房运动 除了自主防疫之外呢 我们在家里呢 也可以做一些自主的运动 以下呢 会介绍一些动作 让大家都可以很简单的完成 达到运动的效果 过程当中呢 注意安全 量力而为 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负重增加运动强度 最后呢 提醒大家 在这防疫期间呢 不要乱跑 戴口罩 请洗手消毒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激励训练可以利用家里的楼梯高低差来做运动 而在家地板不需要很大空间也可以有效来做运动 如果想到户外空旷地来锻炼也很好 但要注意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 而且要选择空旷人少的地方 不要和大家挤在一起运动 而这几个动作都能够有效训练到下肢和上臂以及胸的肌肉 鼓励大家防一手在家中 运动训练也不要中断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